到底警察怎么会接连被民众拍到这样违规的画面呢 这个辖区新庄警分局的交通组组长就说了 远警执勤的时候本来就可以呢 不受这个交通法规的限制 但是聊天的警察呢 组长说可能是民众在问路 真的吗 带您持续追踪 当时上班时间就是在这个地方 警察被民众拍到违规 骑到内线车道 带头违法 辖区新庄警分局交通组组长表示 当时因为远警正在执行勤务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 是可以不受交通法规限制 再加上当时路面新扑薄油 内线车道还来不及写上进行机车的字眼 所以前面同样违规的民众 警察也是没有取缔 更质疑民众搜证的画面 没有同时拍到地上进行机车 因此举发证据不足 不过其实交通规则上清楚写明 车轻时若要违规 应该要鸣笛或是开警示灯 而当时这辆机车两者都没有 去站在路边聊天的远景 交通组组长辩称 可能是有民众向警察问路 不过仔细看 两个人聊得热络 民众店面就在旁边 真的是问路吗 令人好奇 周年新闻林水红丁星呀 台北报道